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些年 生活包我逼得来不及思考 九二一地震 爸爸的工厂倒闭 然后中风 妈妈因为当会同而欠家俱债 之后压力过大 离癌去世 老家也被迫变卖 因此所有的家庭重担都落在我身上 我满腹的怨气 见到人就抱怨 朋友看到我都躲得远远的 直到有一位朋友点心我 你再这样下去 所有的好运都会离开你 我如梦初醒 擦掉眼泪 擦掉汗水 我知道我必须重新开始 我跟季勋呢 曾经在台中一起打拼过 一天呢 工作三四份工 最高纪录呢 三天睡不到九个小时 我们为的就是希望能够赚更多的钱 我也曾经在一家直销公司经营 那时候有赚到钱 但是因为开销大 所以每个月都所剩无几 而那家公司也鼓励会员团货 所以我的很多伙伴 因此而成了卡罗 因此在加入全美之后 我就坚持一个原则 不管怎样 我绝不允许我的伙伴用钱埋未解 宁可不要上 有名无实是没用的 我在加入全美初期 虽然有下限 有组织 但因为我还有自己的传统美容店面 所以没有把重心放在全美事业 全因我这群好姐妹与好伙伴的推动 让我看到全美事业 国际舞台的庞大商机 在拼业绩的时候 爸爸二度中风 当时真的是天人交战 我每天医院和公司两头跑 虽然饱受双重煎熬 但是我还是坚定目标 克服所有的挑战 成功晋升PD 对俱薰来说 越是困难的挑战 她的能力发挥得越好 加上系统运作的威力 让她更容易实现目标 现在是我人生最隐隐为好的时候 因为我再也不用为了爸爸的医药费而烦恼 过去坎坷的机遇 原来都在磨练我的意志 不像蜜镜低头 心间路宽 一旦我认定了目标 我一定会去做 而且一定会做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